主席还有我们主委 大家好 麻烦主席请一下主委 有请蔡主委 杨维好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台电 那个核市场的这个装错管线的这一件事情 说实在话 这真的是重伤我们行政团队 因为这何等重要 这事关人命的事情 竟然可以一句智能不足 然后看不懂英文就可以当作理由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部分目前你们做什么样的处置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它更正回来到符合安全 那怎么样叫做符合安全 这个就我要需要花时间解释 不过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另外第二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这个平保制度上的一个这个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当然会 他们是真的都看不懂英文 去做一个监督的工作吗 当然是有啊 当然是有啊 那监督的人没有发现这个这一群人对这整个必须安安装的这个程序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我想这样子就是说 荷能电厂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然后包商也很多 所以其实一般的这个规范 就是台电它内部自己需要有一个三级平保的一个程序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平保的制度 那这个平保制度包括从第一层厂商的这个监工到这个第二层他们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工地那边的这个平保到公司的平保等等的 那我们原能会当然一方面会看他这个平保制度本身健不健全有没有去执行 然后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就像刚刚的这种例子 假如出现有问题 那我们会纠正 你最主要是在监督的部分没有做到 我们没办法从第一层的平保就帮他去做啊 这当然不可能 所以他这个只要有犯错 我们就纠正 然后就让他改正过来 你没办法从事 因为真正去做事情都是基层的人啊 是 所以他要有上面一层的平保去监督啊 不是我们职业去监督啊 那没有吗 没有这一层这个平保的人在监督吗 有 但是就是没有做好 就是没有做好 那你们是第几层的 我们是在三级平保之外的 不算他们公司内部的三级平保 是我们代表政府监督他的安全 对不起 你的意思是 所以这不关你们的事哦 我也不是不关你们的事 不是你们的错 不是你们去直接监督 所以不算你们的错 不是 可是你们是政府最高层级的 跟委员报告 跟委员报告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错抓出来的嘛 那抓了错以后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错 您懂我意思吗 不是吗 简单的来讲不是 你们 可是我们有间接的责任 这个间接责任就是说 这个 我们当然应该要监督台电 把他的三级平保的制度要做好 我要简单讲 这个事关人命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特别的案子 你注意听我讲 是 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岛的事件 真的引起很大的恐慌 甚至他们也因为这样子呢 曾经整个国家几乎都是停摆 已经升到这个国安的层级了 所以如果很明显的 你是负责全面监督嘛 你要盖瓜承受最后责任嘛 所以你不管他在监督的哪一个层级 出了状况 到最后的决定的管制点 就是我们要不要准他燃料装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可是中间的过程 不是每一样的责任都我们要负起啊 您懂我意思 就是说一个一个电厂的这个施工 其实从管理 从安全监督管制 从禀保 各有不同的责任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到最后你们去监督了 没事了就OK了 也不是到最后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的过程 要去视察要去监督 所以也不是到最后啊 我们现在最care就是说 是 连最基层的他都搞不清楚 英文看不懂 智能不足 这他自己说 可不是我们说的 是啊 他在做这一项工程的时候 他根本 换句话讲 根本没有专业的能力的时候 是 我们还放手让他去做 你知道这个要 如果这个东西 啊 是 现在是把它调换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里面有很多 你们万一在最高层级监督的时候 又没监督到的时候 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不能等到你说 那没办法 早上 早上有一个委员问我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 假如这个问题 没有发现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想 我没法 花太多 这个时间去讲那专业的问题 不过很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 类似这种施工的问题也好 运转上的问题也好 无论是人为的失误 无论是设备的这个 故障等等 这些答案多多少少都会有 但是并不代表这些问题有 就会造成 刚刚委员讲的 辅导事故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个中间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啦 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说 这些错误 将来会造成运转上的一些问题 这是确实的 什么时候发现 什么时候会产生 这个不知道 但是 假如发生的话 那在设计上 其实有一些 这个 这个 机制 来补偿他这些错误 所以没有 并不是说 一发生 就一定 造成像 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第一个希望 听到就是说 哦 我是 专管能源的 我绝对 零风险 那么 零风险 要从哪里开始 从基层的 这些施工的人 开始 他就必须要 零风险 你不能说 等到他已经出状况了 然后才来讲说 那不是我最高层级监督的 那第二第三级的人没找到 那不关我的事 反正这个本来就会有 有误差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需要专业干什么 当然 完全同意 难免 但是 今天 但是也不要把他 很明显的 那么 明显的就是说 基层工作的人 自己都承认 我智能不足 换句话 我专业不足 是吗 没错嘛 对不对 他自己说的 那 这样我们能源局 还要放手 让这些人 我讲就是说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都希望 你都必须要求到 零风险 更何况 你已经知道 这些人已经 非常明显跟你求救 我英文看不懂 我智能不足 我的专业不够 那你还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部分 包括我刚刚讲的 平保的制度 包括他们这个 这个包商的素质等等的 那这几年都陆陆续续在 在 在改进 还有更具体 可以把它终结掉吗 你最起码 你知道这个讯息一出来以后 是 你重商的不是只有 你的能源局 是整个行政团队耶 政府找的这些人在干什么 所以 这些伤害 绝对不是只有 台电这个员工的问题而已 是 了解 所以 希望你们 用零风险的标准去要求 如果已经到了零风险 还有错的时候 那个非人力所及 那我们没有 没有话讲 他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 我英文看不懂 我 智能不足 我没有这方面专业 这样你还不了解我 我问话的意思 我知道 好 那你自行去处理吧 我另外要问的是兰嶼 兰嶼的这个核废料 我曾经去过兰嶼 我也看到海边的那个 储存槽 储存槽 是 说实在话我们还蛮残忍的 为什么 南嶼是所有 这些原住民里面最没有声音的 而且都自给自足 在所有的医疗提供里面也是最落后的 他们一位卫生所主任 还要帮 还要这个全岛还要去走走走走透透 所以 远距离的医疗也都是很有限 再加上天后加上这个交通的不便 所以常常他们有什么疾病什么之类的 都是可以说是缴的费用还是一样 他们当然他们有补助 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现在 目前我们看到 就是说日本有一个专家有测试到 目前 南嶼的这个核废料有这个 浮污染的问题 那原人会这边有没有再次来确认一下 有 我想跟我们先 第一个先澄清一下 他的这个 这个量测 不是说叫做 这个储存厂的核废料有污染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去量 南嶼 沿着这个公路 每个点这样子去量 那当然这个最后的报告 是说有一些所谓的热点 全岛都去量一量 但是这些热点 是 我们是也有在做这个事情 事实上这 这两天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team在那边做 那17号 我们同仁也会陪这个委员 几位委员 去那边做 17号 是吗 确定 那尽快给我们报告 好不好 让所有的民众都放心 好的